哈 大家好 我是我跟你说的作者路 那首先 要先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 那感谢在剧本的路上 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特别要提及的是安元良老师 谢谢你带我进入舞台剧的世界 透过书写 我可以短暂地跟自己 跟这个世界达成和解 虽然直至如此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编剧 但在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也显然大家共勉之 我自己的创作目前就是先把生活过好 不论是工作或者是跟朋友互动 或者是打电动跟看别人的作品 疫情时间有很多时候需要跟自己的相处 那从自己的情绪出发 去跟外在的事件做 有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 独特的连接产生 谢谢